平昌冬奧後朝鮮半島局勢迅速緩和 31日南韓派出藝術團 及台純道示範團前進北韓平壤 上個月少女時代徐璇 才作為嘉賓出席北韓三池淵館神樂團的特別公演 這次更身負重任 為南北韓交流表演出發前往平壤擔任主持人 這次南韓表演團前進平壤 被視作南北韓破冰的一大突破 表演名單還包括不少前輩及歌手 像是趙榮碧、李善基、尹道賢和白之音等人 而韓流偶像代表之一的Red Velvet 則派出四位成員飛到北韓表演 我們在這個 뜻深的場地 我們我們在紅色的紅色的紅色 在我們這次的紅色的紅色 我們在紅色的紅色 看到一面的紅色 我們是紅色的紅色 我們在紅色的紅色 我們在紅色的紅色 我們在紅色上回到北韓 謝謝 其中在拍攝電視劇也不可參與 卻被某些網友認為缺席國家大事 而被罵到臭頭 不管如何希望表演顺利完成 大家平安回国呀